QRGPT現在非常夯,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的話,或者你寄個GPT也可以,因為現在QRGPT,它就是簡單講就是一個聊天機器人,不過這個聊天機器很厲害,它會幫你寫程式,也就是你問它什麼程式該如何寫,它會給你程式碼,而且這程式碼還是會跑的,但是它沒有那麼厲害,所以你要必須問它問題的時候,問得非常詳細,非常明確的一個問題,它看懂了, 而且它會像人一樣思考,因為它裡面有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進步,就是說它裡面其實AI,我剛剛有提到,AI跟其他程式不一樣的地方,就是機器學習跟深度學習,那GPT的話呢,它有深度學習,所以它會模仿像人一樣思考,所以你問它問題的時候,它還會在那邊模擬那個它思考的過程,然後慢慢凸一點,程式凸一點, 程式給你耶,OK,蠻厲害的,另外還有一個地方是它不確定,所以你今天問它這個一樣的問題,你下一次再問它另外,它的答案居然會是不一樣的,每次都不一樣耶,OK,但也有可能一樣啦,OK,那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啦,不妨可以試試看,在這邊喔,現在最新版是這個GPT4,你可以點啦,那OpenAI是它的公司, 那當然你要登錄的話,這邊有Signin嘛,你就登錄一下,那我習慣是用那個Google帳號直接是登錄了,那它這邊有個好幾個功能,那其中第一個就ChartGPT,那因為它現在好像4的版本是要付錢的,所以4的版本你不能用,所以呢,你只能用3.5啦,這邊它有一些,一些說明,反正OK,那你會發現這邊GPT3.5, 那3.5的版本現在是免費的,那4的版本是鎖起來的,但你如果要把它解開的話,它會告訴你說,一個月齁,就是...